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把它找出来了 找了好几天 我之前因为跟大家承诺说 其实我也不止一个的 之前我介绍的九条白龙纹的 那个薄一点壁 尺寸小一点 大概25公分左右 直击25公分左右 那也就是骰盔子 骰盔子不是像他们讲的 一定要壁多厚 因为那几个骰子又不是铁做的 所以壁厚薄没差 像今天这个壁就很厚 今天这个壁大概我想应该有0.8到1公分之间 0.8 0.9应该有 上一个那个薄厚 薄厚着它插单没差 插在它的尺寸跟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 所有的骰盔子 厚薄是一回事 只要它能够立在那四平八尾不要摇晃 通常来说底座不能太小 一个骰盔子底座要稳 还有一个什么要稳 吨式碗 吨式碗的底部要稳 要抖立碗 底部就不能大 各位知道 抖立碗 因为它要有那个线条感 越往上越脏 越到下面越收 所以每一个碗它有它的一个特征 我们这个碗的特征就是 第一个是平切 底足平切 然后那个口言的地方平切 然后让它浅浮腹 各位要记得浅浮腹 碗不能太深 太深的话就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十八尾的味道 十八尾就是要看着 就在你眼前那个子儿蹦 但它又不会蹦蹦到外面来 我之前说的那个碗 有的碗盐撇口的不行 撇口的不符合 这个所谓的动力学 流体学 它一甩一下 甩一跳 它会顺着出去 而且通常撇口的应该来说 应该来说都不能算是喜 喜之 跟甩这样都要什么 趋近于止口 所以它是浅浮腹 到上面的话它是藏口 它不是撇口 藏口跟撇口不一样 藏口直开 但它角度是直的 撇口是角度是 就跟我们洋宅学 好 印宅学 我们那个勘语学 我们要把人家撤立项 定分金 常常有的搞不清楚 比如说洋宅要定宫位 方位跟方向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方位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 是在前宫 是在前位 就是在西北方 比如一个房子我们分成九宫 就在西北方 我们在更位 就像那个宋徽宗 它盖得更远 一定是在东北方 那个叫做方位 或者叫做挂位 那方向的话 它就是没有远近 它只有角度 三百六十度角度 定四十五度角 一百二十五度角 多少角 那是定分金 所以这要分 所以我们从这个 散盔子我们可以演 这样同样的道理来看 它这样的一个 碗不管大小 它要有这样的一个角度 所谓的浅胡腹而藏口 这是它的一个 成立的一个要件 碗薄一点的呢 它是声音清脆 下去 有人感觉 因为有些赌徒啊 喜欢要那个劲 我想 说我们那个 那个 明轩中 朱战基 薛德皇帝 他是个有名的政治家 又是种有名的艺术家 他所 他又是 他又是一个 所谓大文豪 能师善化 又喜欢 玩乐起来 又有一点 就玩裤子弟的味道 所以他是一个 很全面的一个人 他喜欢斗蟋蟀 喜欢玩 纸骰子 纸骰子也是 我唯一会的 最简单的 赌博的工具 唯一会 会两样 一个是最简单 十点半 一个是 那个 纸骰子 我那个 读小二的孙子 他又喜欢 抓着我 玩十点半 我复杂的 我也不会 我只会玩 十点半 我们 逗逗 逗逗小一 小二的小朋友 真的是还可以 好 我今天真的找了 我孙子 正好留在我们家里 有一种骰子 我要骰一下 给各位看一看 来呀 看看有没有 好 还不赖 8点 8点 因为他是两个四 两个四 Double 是成佩尔 我们就是以另外的两个 另外两个 一个是6点 一个2点 加上8点 算可以的了 因为我们 以四个骰子 骰下去 最高的数位是12 12就等于是 三个骰子的18点 就最大的 18啦 18啦 是这样来的 早期用三个骰子 骰下去 最高6点 361 18 后来进步到了 用四个骰子 两个要成对 另外两个才能加 所以说我成对的 四成对 两个红色的四成对 另外再加两个黑色 6点跟2点 所以加起来是8点 所以 四个骰子的 最高点数是12点 我们有个8点 最起码 及格了 给我意思一下 其实我是不好赌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今天有这样子 亚信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各位不是盖的 我们用的是 是薛德皇帝 明宣宗 这个鼎鼎大名的 明朝的第几个 第四个皇帝吧 看第一个是红武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建文 第三个是永乐 他是第五个 第四个是仁宗 就是薛宗的爸爸 干了一年就挂了 第五个皇帝 而且他所谓的人宣之治 开玩笑那时候是盛世 堪比什么 秦汉 堪比什么汉唐 所以他的那个堪比什么 开元贞观 贞观开元之治 这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 所以他有这种亚信玩的 而且他这个赛规则是专门为了做这个而设计的 别的朝代没有这样的玩 各位知道吗 只有薛德一朝才有这样的玩 在他前面的 红武永乐没有 元代的也没有 在他的后面的 所谓的这个儿子 他名音中 名献中 就包括那个空白旗的 所谓的正统 景泰 天顺 大不然的红字 全部都没有 一直到清朝也都没有 所以这是他唯一的一个 他的算是一个独门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 当然了 一般来说是最有名的 是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灑蓝 所以说雪花蓝 灑蓝又人 就是 整个是蓝色 然后带一点雪花 白色的 那点点 那是 曾经 被一个老太太拿了喂鸡 喂了几十年的鸡 后来她卖给那个 文物站 卖给文物商店 八十块人民币 就现在八千万人民币都不止 所以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 也是 人啊 一辈子 你要 你要较真儿的话 那较不完了 那就 这个怎么说呢 以前的大画家 不管是西方的大画家 我们 中国的大画家 很多都是这样子 她在她当代的时候 她的那些作品 无人文问 不值钱 连能够一天三餐 果腹都很困难 有时候还要靠别人接济 穷困啊 潮困啊 潦倒啊 等她一死了之后 她的那个作品被人肯定了之后 哎呀 那简直是创天价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什么呀 从价值还是从价格在谈呢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眼前的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只能谈她的价值 不谈她的价格 哎 挺好玩的 对吧 我们这样 甩一下下下去 就有那种 怎么讲 我们再来一次 重温一下这个 明宣宗 跟她的妃子 跟她的皇后 或者跟她的重臣 对不对 哈一口气 来 出去一支 出去一支 我们就以三之论 三之论 点大了 两个六 一个四的 二六一十二 十二 十六点了 十六点 十八大就差两点了 差两点就可以通杀了 所以 我们手气还不错 坦白讲 再两次下来 是还不错的 再给各位看 而且还有年款 她的年款 给各位先照一下 我介绍这一件 我们这件是所谓的晚王 标准真的是晚王 他们之前23公分的 号称晚王 那个字称不上了 我们这是31.3公分 我刚才量了 31.3公分 厚度我们有量 厚度目测大概 应该有0.8 至少有0.8 你看 它那种 那种 运染的那个效果 都有那水墨化的那个效果 铁锈班 又铁锈班 有那个运染的那个 所谓的苏玛丽青 宣德一朝的苏玛丽青 摸下去 凹凸凸凸凸感啊 还带点那个橘皮纹的 那种橘皮感 非常漂亮 各位看看 再近距离的看看 看看它那个发誓 而它那个有流动感 运闪有那个流动感 这就对了 像这种东西 根本不用细看 打包票 百分之两百 是关押器 而且这是晚王 31.3公分 一般闪会都是 28到29公分 小一点 大概25公分左右 2325小一点 他们说正常的尺寸 就2829 我这是超级尺寸 31.3 因为他每一个 他都有收缩笔 而且薛德 他是个艺术家 他不喜欢凡事的话语 所以薛德 薛德他的款式 气满身 就是古书上这么 他当朝的 明朝的书就这么写的 所以薛德一朝 薛那个 所谓 薛瑶瓷器啊 款式 气满身 就是他任何地方 他底 内底 内底 外底 口言 像我今天这个 是在口言 他到处 他都可以落款 他不是一个 被绑住的一个人 就跟那画画一样 我画画 最忌讳的 就是自视 因为我早期 我有点那个 强迫症的 这种倾向 我都喜欢 中规中矩 一切都从中心点出发 太极点 花了好几年时间 才把我调试过来 从太极点出发 那是我们的 易经的观念 或者我们去 去用螺盘 螺经 把人家测方位 你要求几精准 可是你画画 绝对不能精准 你要打破这个 迷思 打破这个迷思 你才画得出一幅 自然流动的好画 所以宣德 他本身就是个 画家 你看 所以他弄的器物 都非常有 艺术气息 而且 而且不被绑死 很灵活 很活泼 你可以从他的款式 你看从他的青花发射 这是一个什么 残字 就是宣德 明宣德 青花 蚕之莲纹 这是蚕 不是 是蚕之牡丹纹 蚕之牡丹纹 的一个什么 大碗 叫做 也叫做 骰盔子 它的另外有名称 就叫做 像钢盔一样 就骰盔 它是支骰子的一个盔子 很厚实 很厚重 而且那里的胎幼 非常的漂亮 外面的青花发射更棒 它这个最下面的这个圈竹上的这个 外圈竹的纹饰是什么 是蚕之的什么 蚕之的朵花 蚕之的朵花 那个 看得很有 那个朵花有点像梅花的那个味道 因为它是五片 五片单半 那个蚕之梅花 你看感觉上很舒服 它的悬纹 运扇是运扇 可是它的悬纹 就是运扇之中 不会让你觉得很粗糙 有些民谣器 很粗糙 你看 它这里画得很精准 可是它 自然的运扇 来流畅效果 跟你外面做出来的 那个运扇效果 完全是两码式 所以这次玩 百分之两百 可以确定就是观摇器 而且是观摇重器 它这个尺寸31.3公分 据我们目前所知 是蚕盔子里面最大 是蚕盔子里面最大 而且它的这种 气形跟这种文字 是非常受到欢迎 你看 那个花开富贵 这个蚕之的牡丹文 而且我们就是 我们之蚕之玩乐 就是要在富贵的那种 条件之下 你不能三餐饭 你饿了肚都吃不下 吃不饱饭 你去玩这个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 所以花开富贵 武丹花开富贵 就是有那个 我们常常讲 那个大陆化 其实我们外省人 有这么话 国语里面就是 那叫什么 有富裕钱 你有富裕钱 你才能拿去做一些什么 比如说买书 做一些艺文活动 买一些艺品 买一些艺术品 你要有富裕钱 你不能拿你生活费去干的那些事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花开富贵 我们有这个富裕钱 我们有这个能力了 就是把小赌遗情 来赌击吧 好玩 而且又增加这种气氛 这宫廷用的 这是宣传国皇帝 他自己的兴趣 但所谓的上行下校 他旁边的 不管是皇后啊 那个贵妃啊 皇贵妃 贵妃啊 妃子 贫啊 甚至宫女 全部都要配合着 他的兴趣啊 然后那些大臣 当然也要 也要是不是 也要都要陪着皇帝 在旁边给他瞎起哄 让他高兴 让他热闹 这是可想而知的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以我们记得 这样一个骰规则 亲自给你来了这两把 而这两把 点数的还不错 一个好骰 这没有作弊啊 这真的 真真实实的 有录影为正 有录影为正 你看这个漂亮 真的是 再照一下 玻璃照两次 我本来想再架高一点 比如他比较重 他很扎实 他比较重 我怕有什么那个 其实我们在 把这个古董 这580年的一个碗 我们叫陕葵 这样扎下去 我还是有点心疼的 扎了 这是为了让大家各位看 我自己在家 我还没有玩这个 你看看看 他那个发生 那个运散的那个效果 那个化工的那个叶子 还有他那个铲子的部分 那都是一笔到位 各位看看 而他那个画那个花瓣 它是小笔涂抹 但小笔涂抹 它是涂抹得很精准的到位 而他有浓淡 各位看 他有留白 中间有点留白 他看起来很 很有那个气息 很有春天的气息 很有层次感 他那叶片 他不是糊成一堆啊 他跟那个民谣 有时候涂在一起 那个快有两种快 有一种快而精准 快而美 有一种快却不精准 那种出来的效果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花开富贵 在你有福育前 你有这个能力 像皇帝来 从国家去安定了 所以人宣之治 他又在他的宣德远年 平定了所谓的 他那个叔叔 那个汉王之乱 本来那个汉王也想仿效 仿效当初的燕王 想仿效永乐 把子儿赶掉 自己来当王 因为他很仁厚啊 他把那个人抓了之后 他把那个人抓了之后 叫什么名字一下 猪什么的 猪 好像猪高什么 猪 猪高旭 我讲的 猪高旭 他把猪高旭抓了之后 人家旁边都叫他杀 他没有杀哦 他只是把他禁锢起来 并没有杀 所以这个人还是一个什么叫 你有心胸格局的一个人 所以他也在 国家一切都治理得很平顺的时候 他画画他的画 他玩玩他的这个雅信 写写字 他的字画都现在都在故宫里都有 他还喜欢斗蟋蟋 蟋蟋罐 也发明了 宣德蟋蟋罐 也变成文物了 现在来看看 我们这个 这个骰龟是大碗 那更是文物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现在对照 现在有的在苦中作乐 我们看他在医院里那些 好像在被隔离的病人 在跳大妈舞 干什么 我们也会有一点感触 不过最好是在一切都是 大家平安的情况之下 再去快乐 那才是真的快乐 发自内心的 有时候不要太刻意 太刻意 有的时候反而会人看他会觉得有点 是不是太 太坐坐了 要发自内心的 你人一定是这样 你在你心境一切都处得很平和 很安全无虞 然后你有了怎么讲 手边有了钱 有了闲 你才会去做一些 跳舞也好了 或者赌博也好了 做点这方面的娱乐 我想 我们农历年干货 我想赶快把它骰龟找 因为这几天时间正好也忙 也没有找到 我现在 我想把里面也给各位看一看 然后把它拉起来 对着镜头给各位瞧一瞧 包括那3D骰子还在 不想到各位能够看 能够看得到 你看它那里面那个右色 就是白了 白中微微散一点青 但是摸起来像有那个 似玉啊 似玉而非玉的那种感觉 哇很棒很棒 近来看一看 我再照一下 三度照 哇给各位看一看 那种感觉 看看它青花的发誓 看它青花发誓 今天这样的一个载灰子 算对各位之前的承诺有了回应 同时 我们现场就掩饰怎么样 当然我不是赌徒啊 他们赌徒我看过 我激动的 还有哈欺 又腰色的 这边下 那个资产色的人在 在腰色 18啦 对家 比如说庄家 要18啦 那旁边的那个 那个人下注的人就叫他什么 BG 叫他BG 叫他1 2 3 得最小的数 要是BG就通培 18啦或者豹子 它就通杀 这个有时候也蛮有意思的 会制造一点那种高潮 而且会让人 人会有一种那种肾上腺素啊 会被激发起来 我们看那个 那个 什么一个电影叫什么刺客 什么 那你们不是讲吗 那个枪子弹打出去都会转弯的 他那个心脏一分钟跳400下 那个肾上腺素 你看 充满在他血液里面 所以那个energy 那种能量 哇 那种 吓人 我们有时候 小赌移情的时候 哇 会把人的那个energy 会把那个肾上腺素 哇 分泌了 人有时候需要这样 这样才带劲 好吧 今天我想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